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要来Buller Bear Swim 元旦当天温哥华只有摄氏4-5度 不过当天天气很给面子 好多人哦 到活动开始前却有了太阳的踪迹 让现场民众情绪更加高亢 现在人很多 要准备下去咯 现场除了穿着有力的民众之外 还有很多用心的参与者 奇装异服的打扮 下水前负责鼓动气氛的工作人员 更再三打气 煎熬只是战时的 倒数结束后 我们就跟着人群冲进冰冷的北极洋流中了 1920年发起的温哥华北极熊东勇活动 最初只有10人参加 2014年增至2550人 今年也有接近2000名勇者下水 不为东寒参加 现场也有许多可爱的迹象物 忍着腿已经没什么知觉 也要再冲一次 好多人 所以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冷 但是呢 现在脚已经没有知觉了 身体也快没有知觉要赶快去穿衣服 祝大家2019年 新年发呆财身体健康 外星陛逾世的胜利 今年2019年 又完成了一次Polar Bear Swim 感觉很棒 我们将来都要赶快 也祝所有参加的民众们 2019年都能御水则发